比较执着的人 我曾经有口吃 为了练习口才 我到处演讲 以及卫生间厨房 都有我的演讲的脚印 最疯狂的时候 梦中演讲十分钟 工作当中影响最深的 就是一天拜访五十架客户 打一百个陌生电话 一个月就把一双皮鞋穿破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 我的团队总人数超过五百人 总业绩超过两百万 现在我又为自己定下新的目标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培训师 鱼马男三十五岁 宁夏人小学 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以及图老师 大家好 我叫鱼马男 今年三十五岁 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我曾经干过六种行业 总结我的过去 回报率最高的是客运行业 最喜欢的是 为一家大型集团做销售 一天拜访五十架客户 打一百个陌生电话 最高的时候 一个客户拜访过三十八次 拜访的客户都是一些高端客户 比如一些局长 董事长 甚至一些市长都拜访过 从业务员到高级客户经理 只需用了半年时间 觉得比较满意的 还是现在的这家公司 刚开始我接触这家公司的时候 这家公司都甚至有点放弃的念头 经过我接触之后 两个月就开始回转 一年以后回报率 销售额达到了前三名 我今天来到这里 想寻找一份培训师助理 或者销售经理这样一份职位 谢谢大家 云马男这个巡手 最开始看到警惕的时候 应该说他的技术条件是比较差的 但同时他能够走上这个舞台 我对他应该是保有某种期待 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云马男年纪也不大 三十五岁应该是八一年的 对对对 怎么还小学呢 学历 从十一岁开始就在家里放羊放牛 开始干农活 然后到了十四三四岁的这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概念 我说应该出去闯一闯 所以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从外面从家往外面跑了七次 前五次都被家人抓回来 第六次家抓 老爸抓回来 关在房间 好好地教训了一顿 我爸说你急没即使 又没有学历 你出去肯定是挨饿 你还是好好 中地是你唯一的出路 大刚前面一走 然后我就从后面把脸液洗跑了 当我坐到学厂的那一刻 我说我这辈子活着是不会回来 除非死了别人把我抬回来 所以从那开始出去就为餐厅 端过盘子洗过碗 打过工摆过地摊 后来就是做过煤炭生意 客运生意 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你自己做过销售 对 对吧 当然主要是做销售 还有一次创业 就是客运生意 挣了八十万买了房 对对对 然后这些年来你一直以来都是在做销售的基层工作 还是销售的管理工作 销售现在是南京科远宁夏分公司的经理 你带过最多带过多少人 500 带500个人的销售团队 对对对 创造的最好的业绩是什么 我们是两百万 你上一份工作是在哪 南京科远宁夏分公司 多少钱一个月 现在是一万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我是喜欢在全国各地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喜欢做演讲 做培训 也就是说你现在不想做销售了 你想做销售培训 做培训助理 培训助理或者销售经理 你做过培训助理 没有做过培训助理 但你喜欢 对喜欢做演讲 小佑我问一下 你看你做几年 有没有去哪读个什么 那个像总裁班 MBA 我也说这些课程 有没有去学习过 做几年 没有 我主要买的是这个 比如说成功学 不要说那个买书来看 我说有没有出去学习过 那种明白你的意思了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因为要是一个优秀的 优秀的员工 说说学习力特别重要 你看你原来学历低 学历低是应该在 要有一定的基础 应该多出去学习 看得出来 他自己去寻找成功学 这种追求进步 包括他以前的工作经历 可能没有好的职业老师 或者是他的一些重要的人 来给一些提醒或者帮助 所以应该说他在现在这个阶段 对职业的认识上面还有很多的误区 刚才那个黄金明问你学习的时候 你说你现在特别喜欢看成功学的书 对对对 什么成功学的书 就是买的这个影碟呀 或者这个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你自己会模仿着自己去讲吗 等会儿没有模仿 就是因为我给做过销售这方面的演讲 我第二个环节当中演讲一下 那成功学对你的销售管理能力 带来了什么呢 能不能直接这个对称 我对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 刚开始我们跑的时候 一个客户一拒绝 我们就没有信心跑了 但是他说任何一个销售当中 都在持续 当你在没有一个真正的销售员 就是在你 不是你业绩辉煌的时候 使你感到兴奋状态好 而是业绩挂零的情况下 你才能 那你提炼一下 成功学给你的 信息管理能力带来了什么 我感觉到就是这句话 这其他的我还没做 你做过公开的演讲吗 其实我们团队当中做过 你这样 你把你第二段的演讲 放到第一段 现在开始 大家好 其实人有时候很有意思 比如像我站到这个台上 一站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会说 你这个人学历再高一点 普通话再好一点 演讲的内容再丰富一点 我们就认真听 那么我们去想一下 如果我所有的好的话 那已经成功了 就像一个业务员的时候 第一次到一个公司的时候 对这个产品 信心百倍 说我一定要大干一场 结果到第一个 遇到第一个客户 说你的产品 价格再好 再好一点 你的质量再好一点 你的广告再好一点 我一定买 然后他开始回来 为这家公司找问题 团 领导找问题 为什么把价格定这么高 为什么把质量不好一点 广告不多打一点呢 那么你去想一下 如果一个产品 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的话 那还有你做销售的机会和价值吗 所以我经常谈的一个观点 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他们之所以活得痛苦又不开心 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活在了过去和未来当中 没有活在当下 比如说一个人总是活在过去 过去谁伤害了我 我失恋了 或者谁 哪个老板打击了我 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的一个观点 无论你在生活当中也好 工作当中也好 无论你到过得快乐也好 不快乐也好 受到打击也好 不打击也好 当你走进公司 走进办公室 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 请你拿出生命当中最美的感觉 最美的状态 最美的心情 才能拥有最美的一天 谢谢大家 其实我认为你整个演讲是没问题 但你要做培训这样是不行的 培训要了更多的是互动 对 互动只是培训的一种手段 你最重要的是有成体系的内容 其实没有体现其他的能力塑造 我带团队的话就是能告诉团队的这种持续不断的精神 你靠你的精神 靠你的激励就能够把产品卖出去了吗 顾客因为你的激情和销售 你对产品本身没有去了解的时候 能做到吗 你今天来应聘是应聘 只应聘销售吗 销售或者培训师助理 你要求薪资多少 要求七千 但其他的地方肯定要高 云川的话七千回家就可以了 其他的地方要多高 在一万以上吧 好吧 来第一轮选择去后里 还有两盏灯 情势不容乐观 但还有两位 咱们再抓紧 好吧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商我有财 鱼妈男的职场测评 顾客在商场内买了一盒鲜牛奶 小孩吃了之后拉肚子 查看一下是鲜奶过期了 顾客提出赔偿的各种费用 你该如何处理 如果要是真的 是这个产品的问题 应该赔偿 赔偿 怎么赔 怎么做 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小伙子 你们家这个牛奶有问题 小孩吃了之后 医治了肚子上医院检查 说你们这个产品超标望 过期了的 过期了这个东西 不可能是 所有的过期东西 就证明能吃你拉肚子 也许你还在其他的方面 有些问题 或没有查 医院医生已经说过了 我们去检查的时候 说了拉肚子 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 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那这个时间段 他就喝了你们家的牛奶 没有别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回头 把这个事情再调查一下 如果回头要照调查清楚了 我们再和你协商 如果你现在给我 刘嘉随你还考 他一张嘴也就知道 他根本不懂 你刚才说你要去赔偿 人家 说得挺好的 你为什么人家一向来 你一句倩意都没有呢 对于这样一道题 去考验 他在一个危机事件 那种反应能力的时候 作为一个 有一定销售经验的销售人员 应该是有一些 这种基本的规则的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说 这样的一些规则 对他这种 去回答题的这种意义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 他从答题的顺序 从处理这个题的这种意识 和方法 都出现了一些 基础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使得说 让他的前面 通过营养经理的一些好感 有了一些重要的 电源给下滑 所以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其实鱼妈男在 除了宁夏之外 其他地方的要求的薪酬 还不低 一万 但是就目前的表现来说 相差十万八千里 结果怎么办呢 我问一个问题吧 鱼妈男 就说 我想问你在上份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经常用邮件 跟一些客户做交流 工作当中 没有用邮件 那你有微博微信吗 微信有 微博微博没有 那你会独立做PPT吗 不会 做一个培训的人 怎么可能不会做PPT 即便你不会 你小学文化 其实PPT很好学的 简单的模板 很好学的 而且你作为一个高级客户经理 你在江湖闯荡这么多年 你带五百个人的团队 你不会用PPT 那你学习能力太差了 或者你根本没想过去学 那种简单的课 我们曾经给我自己团队简单的做过 简单的会 你确定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学习能力太差了 简单的会 就是太难了 有可能他自己做管理 让下属帮他做了 对 我说也很怀疑 他刚才明明问 你会不会做PPT 你说不会 他说了不会 对不对 他邮件都没用过 这是很可怕的 对啊 如果不用邮件沟通 不会发email 你也是很可怕的 对 这跟你学历是没有关系的 对 那我们可以选了 你最后还有点什么话想说吗 没有什么话 没有什么话 如果这次应聘失败的话 还有该干点什么 学习 别去看那个什么成功学了 学点扎扎实实的技能吧 销售就学点销售技巧 电脑就学点学会怎么发邮件 怎么做PPT 行不行 你还年轻才35岁 好不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 好 把灯亮起来 我要告诉这个鱼妈男的是 今天来到这儿 你不是输在学历 我们这儿有小学学历毕业 在这儿找到制片主任 或别的岗位的 你更不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 输于你的口才 也有比你普通话差的 你输在了 在市场上 混了这么多年 很多基本的技能 你都没有 学习力差 赶快学习吧 好 其实我觉得 可能学习分两种 一种是理论学习 另外一种实践学习 我觉得你可能从各种 周边的生活经验和工资里 学了很多 碎片式的东西 我最后放弃的原因是 我觉得你太端 其实真正做销售人 尤其做到越大的时候 越谦虚 越能懂得 所以你对外输出的时候 很强 你在培训别人 讲道理的时候很强 可是落地到你自己的时候 很轻 好吧 好好学习 鱼马男 好好学习 再见 优胜教育 来我们掌声 有请这几位 一二三 大家好 我是周小游 是2016-08287 菲尼莫属一号选手 8月20日 以集团管理 培训生的身份 进入到优胜教育 10月20日 个人业绩累积完成 316511元 提前一个月转正 11月3日 正式晋升为 优胜教育 北京区域 搜报 校区校长 用时73天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菲尼莫属的 广场舞女神 常语杰 现在作为一个优胜人 我感觉到无比的幸福 做教育 我们是认真的 大家好 舞台贾玉峰 于2015年10月23日 通过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成功入职于 优胜教育人力资源中心 就任于校招专员这一职位 现任优胜教育 北京分公司 公主坟 校区校长这一职位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赵静 现担任优胜教育 ERP数据分析主管 兼总监助理 于今年5月11日 正式入职优胜教育 希望在未来 全天下所有的有志者 加入我们优胜教育 市竞城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王维 现任优胜教育 天洞院校区营销主管 我是3月份 通过菲尼莫属入职优胜 7月26日正式入职 12月1日 晋升为天洞院校区营销主管 11月份 是我们北京区的销售冠军 谢谢大家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跟陈浩相处了这么久 你觉得陈浩到底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我觉得我们浩哥 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男神 当然了 他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和标杆 赵静打算干多久 跟着陈总有肉吃 去吧 来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我是大卫女妖庄艺卓 一庄一鞋是我的性格 卓越卓食是我的追求 我曾一口气吃到两个男生 我喜动 学过跆拳道 喜静 对茶文化有一点了解 摄影和写作 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生活 我认为行动有时 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我有一颗柔软的心 但是却很有力量 庄艺卓 女23岁辽宁人 东北电力大学本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大家好 我叫庄艺卓 一庄一鞋是我的性格 卓越卓食是我的追求 我毕业于东北电力大学 媒体技术与传播系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影视学方向 大学期间 我获得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三十多张证书奖状 而是友情 有人说 因为我改变了对学生会的传统印象 海明威在流动的设宴里说 如果年轻的时候 你曾去到过巴黎 那么在余生当中的每一天 巴黎都将与你同在 相信今天我来到菲尼莫属 在这里获得的收获 都会在我未来的人生当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谢谢大家 陈老师这种的奖 你好 得了好多奖啊 还可以吧 并不是特别多 得了二三十个奖项 来说说哪几个奖项是 最有含金量的 我觉得最有含金量的奖项 应该是 第24届金简百话电影节 真文一等奖 写什么 写的是一篇影评 影评 哪部电影的影评 梅兰芳 既然说到这儿 差一个问题 这个前一阵子 李逸峰跟Andra Baby 这两个小鲜肉 拿了一个实力奖项 而一些表演实力非常强 一些演员 却没有拿到这个奖项 你怎么评价这个事 首先在这个圈子里 我们的机会是很广的 它不只是给老人一个平台 更多的也是给新人 一个发展的空间 小鲜肉获奖 现在并不是一件 很意外的事情 因为他们之所以能获奖 首先是因为人和 喜欢他们的人比较多 市面上的呼吁比较大 受众也多 看点也高 可能他们的电影 票房会更好一些 而那些年长的 有资历的人 他们可能比较谦虚 然后渐渐地退居 幕后的行业了 我想他们内心当中 是宽宏大量的 也会希望有更多的新人 能走到舞台前面 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谢谢 庄学校刚上来的时候 因为他属于一种 成规道具的人 就是很少那种 发放的思维 也很少创新的思维 我认为这样的人 可能在企业 就急行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大学里面 还担任过 什么干部职务吗 校学生会副主席 和武器阳光环站长助理 听说你也负责面试 是的 面试什么人 面试的都是 学生会要招新的一些人 你的面试风格是犀利型 温婉型还是 我的面试风格是多变型 多变型 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好的 找个人来面试 那新 好不好 新 副主席您好 我来应聘了一个组织委员 您好 请问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个部门呢 你觉得我们组织部都是 做一些 做哪些工作呢 组织嘛 顾名思义就是组织 就是把大家都组织在一起 搞点活动 然后做个团队建设 让团队营聚力更强 首先您的回答我很满意 说明你是一个积极的人 但是呢 您可能对我们组织部 并不是了解得很全面 您只说对了一部分 我们的确负责策划活动 但更重要的是 服务团委老师和校党委老师 完成他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等等等等 这个组织部难道不是 为同学服务的 是为老师服务的吗 不 主要我们既为同学服务 也是为老师服务 我们起的是中间的作用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被他面试 有点不太严肃是吗 但是没有 我觉得肯定会有这样的一问一答 那你觉得这个人可以面试合格吗 从他的态度上来看 我认为是合格的 像你一个学生会副主席面试一个 要进来作为成员的另外一个女生 而且长得比你漂亮 你内心会有那种感觉吗 不会啊 我特别欣赏漂亮的女孩子 因为我觉得美是一种精致的体现 对待自己的外貌很在意的人 说明她在生活中是很规律 然后是很积极的 所以我喜欢美的人 那你这意思我得死去 并不是 您和她的美不是同一个方向的 我也美呢 您美在内涵 您客观公正 这是您最美的地方 这话说的还不错 意思就是说你美得很空泛 我美得很实在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什么 他不是文笔不错吗 拿过奖吗 我就看他口才怎么样 有些人能写不能说 他还能说 还不错 谢谢附老师 你是特别习惯写影评是吧 其实影评只是我爱好当中的一部分 我什么都写 你在大学的广泛的写作兴趣爱好 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除了影评之外 也会写一些散文 诗歌 游记之类的东西 然后记一记心情 我喜欢旅行的时候 带个本子带个笔 然后看见什么 遇见什么事情都会记下来 回去之后书理一下 有没有带过来看看 情景资料里面有没有 有的 情景资料里有的 我们看一下 好的 来 情景资料 第一个PPT对我工作的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想重点介绍一下 五四阳光网战场助理这个职务 因为这个是我们学校的特色 我们这个网站打的是 服务全校师生 让五四阳光网走越来越远 同时活动策划和执行 也是要在五四阳光网做的 右上角那个部分 是我们策划的一个活动 是五四阳光网 战庆十周年的一个活动 叫奔跑吧五四 那个活动参与的人数是六百多人 下面一个 那个是我执行的一个活动 叫母亲节 表达对母亲的爱 那个活动被腾讯新闻 和新闻话报等媒体报道了 请报下一页 谢谢 第一个工作证是我在荆棘百花电影节的时候 辅助制片人工作的一个工作证 这份工作提升了我的抗压能力 很意外的是我收到了一封明星和制片人助理 给我写的感谢信 然后第二个图片是五四阳光网 迎新宣传活动 这个是让我的知识学有所用 经验加创新 然后线上加线下 第三个就是图老师想知道的 就是写作方面的了 这个是我与民影会公众号合作的一个文章 然后我做成二维码 如果有感兴趣的人可以扫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来应聘的就是活动策划执行相关工作 如果有老板们认为更适合我的工作 那我也是可以考虑的 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元 六千元有地域限制吗 地域限制没有 三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位求职者的第一印象 给我印象蛮不错的 选有选手站在台上 落落大方的用手指责自己的PPT观众 第二呢 你讲到PPT关键点的时候 这是我的抗压能力 不断地提炼点 而且你很聪明 有做活动策划的潜质 你很聪明的巧妙的把二维码放上去 我看了一下他的二维码里头的文章 看了好几篇 这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 所以整体印象 他的语言表达 一个是文字上的和口头上的 目前都还占满大分数的 谢谢您 第一轮选择 薛贺 天生我有财 谢谢大家 来 智商考题 出道一个新环境工作 你最想接近一下哪一类人 A 权力最大的人 是的 为什么 考虑到这个前提条件是在新环境中工作 我觉得利于我最快进入角色的是权力最大人 他们的一些指示和一些想法会引导我工作 当然了 对我态度和善的人和我一起进公司的人 我也会很喜欢 来 三位老师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个题呢 从大方向讲啊 肯定是情商方面的 说的具体点呢 就是跟不同困难值的人 打交道的一种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A 说实话 不契合你现在这个状态的 真正公司权力最大的人 其实是蛮难以接近的 不是他们很高 是因为时间很宝贵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教给你一点 应该是你发现公司的问题 黄总 我发现咱们公司 饮水机长期不关 发现公司的这个指 从来不用二次指 老板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阶段 你反倒应该去考虑B和C的答案 所以你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不足 我不同意你这个点评 我觉得有问题 其实刚刚刘佳的思路是 你要从公司发现了什么问题 比方说手指没有了 拜托 这是阿姨的事情好不好 我觉得你最需要分享的是 工作创新之类的分享 恰恰又是老板感兴趣的 这个是最好的缺入点 谢谢 每个人接近权力最大的人的方式 决定了他接近这个权力最大的人的目的是什么 职场测评题的那个环节 大家觉得我可能是 给予想接近上次的人 但事实上我并不是这样 我所有的没有技巧 都是因为我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人 来 第二轮选择许和林 还有是展生 叶子龙提供职位 我给你提供职位呢 就是我们北京的活动策划与执行 做这个策划专员 然后呢 我们是有宿舍 谢谢 欢迎你啊 我给你提供两个岗位吧 第一个是活动策划 还有一个岗位是 给你这个西莫智能家居智能所 事业部的林园交参加盟专员 给你的岗位就是 那个市场部的活动策划 我能给到你的是活动策划 是线上的一些活动策划 我给到你的职位是 定位资讯的数据的分析师 CupG给你留的岗位是 营运储备干部 CupG欢迎你 我给你的是我们 加盟临索事业部的活动执行 我给你提供的是 那个我们就是内容运营 我们5LCTO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CTO训练营的老师岗位 线上的新媒体运营 包括节目方面的 简单短视频的传播 这都是你擅长的事情 地点在北京 好的 谢谢 知道薛宝钗为什么没有林黛玉可爱吗 就是他太四平八稳 太有才华 他就是这样 很有才华 但太四平八稳 缺乏了一点女人的可爱 考虑一下十盏灭八盏流量 到底土豆腐灭八尾 那么无论 不想守 Yang 杠宝钗 Gal 你是517TO 麻烦你 谢谢你 对不起了 有请熊平 陈昊 谈前不伤感情 笑了吗 请揭晓 五千家 七千家 你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你可以提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我具体要做的一些工作 以及将来的晋升方向 谢谢 你在学校做的很多 都是学生会的事 其实你的社会实践 做的并不多 所以我觉得学习 还是希望先来学习 我现在没有指望你为企业 做什么直接贡献 我们认为每一个同事进入公司 都要为公司贡献价值 那么我觉得需要你做的工作是说 关于学生的组织 跟老师的沟通 课程的进度的推进 那么至于未来的发展 可以跟进公司的表现 看看你的成长状况 好的 谢谢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资超过于7000的 好 把灯都灭了 在思考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优胜教育 说真的 我看中的并不是价钱 我个人其实是特别喜欢教育的 但是我发现在场上 陈总对我个人的能力 也并不是特别的认可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他那里 得到的锻炼和关注会比较少